這題目是講First Principle First Principle就是有關Differentiation最基本的定義 很多時候M2都會有這一類的題目出現 First Principle First Principle就是一條這樣的公式 我們告訴我們D一次的時候就是在選擇一個Limit Differentiation的Variable是X 但我們選擇Limit的時候 Limit的Variable就不是X 而是另外一個新寄出來的東西 有些書會寫DeltaX 但我通常都是用H 原因是H一筆就已經寫完了 但如果你寫DeltaX就起碼三筆才能寫完 所以我就會用H去做一些計算 那條公式就是這樣的 上面是兩個功能代入不同的Variable 第一個代入X加H 第二個代入X 然後兩個功能的Variable相減 再除回H 物理或者幾何意義上來說就是Sloop 然後我們在選擇Limit 想找那個Sloop的Limit會趨向哪裏 好了 這些就基本上是溫書 那就開始做了 這個功能就是Log2x-1 於是根據這條公式 我們前面不是要代X加H 我們就代X的地方寫作X加H寫下去 然後後面就減2x-1 即是沒有變 好了 每一次這個Limit都不可能把H代作0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份母永遠都是H 你就要找一些方法 令到上面可以產生一些東西出來 和下面約走H 以至我們可以解決H 一般來說的First Principle 就是這個進路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Log和Log 除了現在這個Log雙減之外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做 我們都想不到其他方法 A over B 於是我們就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1 over H就寫在前面那裏 而後面那裏就純粹是把前面的那一部分 除回後面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直接應用這條Log的公式 好了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怎麼想呢 我們就因為H吹向0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這個東西會吹向0 當然你會想 這個東西吹向0 於是就會是2x-1 下面又是2x-1 於是就約走它 Log1 Log1又是0 跟下面是0 就很近了 這樣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不能直接代H是0 不可以這樣做 那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就期望 這個2x-1 跟下面的2x-1 可以約走 所以我們會這樣想 拆開它 這裡變成2x-1 加2h 於是2x-1 前面的部分 就跟墳墓約走了 變成1 OK 這就是正正說 為什麼H是0 它會吹向1 變成這個樣子 1加什麼 1加什麼 其實就是這邊的樣子 A加BH 這個樣子 其中A和B 分別是某些 constant 變成這個樣子 A就是1 而B就會是整個 2 over 2x-1 整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B OK 好了 變成這個樣子 之後 我們發覺 它變成這樣 有H的 CoEfficient 我們有一條 限定的公式 就是1加KH 1 over H次 一定會是E的K次 用到Log 多數都跟E 會有某些關係 所以 基本上 我們要擺出來 看一看怎麼做 我們看到這個1 over H次 在這裡有一個1 over H 我們可以用Log的性質 將1 over H 擺上次方的位置 好 我們再看下去 上面的頁 我們就計到這裡 DDX 就會等於這個 領物 於是我們剛才想了 就是用這個 擺次方上去的方法 將1 over H 擺上次方這個位置 於是就在延起行 好 做完這塊之後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Limit 其實都相當接近了 K就是看到2 over 2x-1 整塊 而 這裡還差些什麼 就是沒有了Limit 我們看東西要小心 這裡是Limit之後Log 而不是Log之後Limit 不可以說是一樣的 不過這次來說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們要做一步 去表示為什麼是一樣的 於是 這個很關鍵的一步 Limit和Log LogLimit 是可以調轉的 如果問你為什麼可以調轉呢 你要答到的 原因就是Log 是一個continuous function 逢是continuous function 去 take完FunctionValue的Limit 是會等於 本身那個Limit 再take那個Function 的Value 逢是continuous function 便可以做這件事 而Log是一個 continuous function 來的 順帶一提 就是這個Limit 右邊這個 要exist才行 這個Limit 本身不exist 你Log完也沒用 甚至可以說 Log完之後 即是你exist得來 還要在Log的那個範圍 即是不可以是負數 也不可以是0 一定要是一個正數 這樣調轉才有意思 OK 好了 那 顧問問論點都好 現在我們知道 因為Log是一個continuous function 我們就可以將它們交換 OK 那這裡就交換了 順手 好了 交換得來 我這裡都把那個k的樣子 寫出來 其實什麼都沒有做到 純粹是把h寫出來 變成這個k 2除2x-1 這個k 好了 然後我們就利用這個Limit的公式 把它做 於是便要Log e2 over 2x-1次 好了 接著 其實你Log e的一個次方 可以把k放下來 因為Log的性質 然後Log e本身是1 這是定義 沒得博的 於是k Log e 就會等於k 於是 我們看到整個東西 根本就等於2 over 2x-1 那我們就沒有了Limit 做了些東西 化鹹了 這是答案 好 做完之後 我們雖然在考上First Principle 但也不要忘記 要用chain rule 去檢查 Log 2x-1 如果你用正常方法 d 不就是2x-1 分之1 再chain rule d回2x-1 產生多於2 那就跟這個樣子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考試也好 做題目也好 你First Principle 做完之後 要用普通的Differentiation 檢查 對不對 我們就做完這條數 我再提醒大家 就是做完一條數之後 最重要是想清楚 你到底做過什麼 我們回顧一次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首先 我們就用First Principle 做了第一步 做了第一步 跟著 我們就用了Log的一些性質 將這個東西做出來 就是Log A-Log B 變成這個樣子 再拆了墳墓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1加 其實跟我們E的那條式 那個1加 很有密切的關係 好了 然後 我們就見到1 over H 扔了上去上面 然後 我們將Log和Limit交換位 原因是Log continuous 然後 終於就可以用我們 所要的那條公式 然後 做到最終的答案 記得 最後要Check by Ching Wu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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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5 5 6 就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